感通路道宣律师与天人的问答 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天龙鬼神,莫不尽尊 此句可由唐朝道宣律师的故事来作证 这是真的,史传上有详细记载 道宣律师是律宗出祖 当年在钟南山修行,戒律经言,感动天人供养 他日中一时,毗沙门天王子每天中午送一波饭供养 这真正是感动诸天,天龙鬼神尽尊 成都的多宝石佛像 在益州成都,有一尊多宝石佛像 蜀人但知其灵异,但其由来却无人能知晓 唐时道宣律师的感通记中 有与天人的一段话是有关于多宝佛像的事 天人答说是这样的 经成都平原之地,在家设佛时,上市大海 有人在西尔河所造了一尊多宝佛的全身像 供于西河的旧山寺 当时有成都人到郡里去做生意 因请得此相还 有商人乘船海上 见海神之子在岸上嬉戏 以为是山兔,便用剑杀之 因而海神称怒,将船覆没,人像俱逆 而今多宝寺的地方,就是以往海神献船之所 到了晋朝,有僧人建那地方,由土往上隆起 随出随涨,感到奇怪 便用器具深掘下去,只曰一丈多身 而获此时佛像,另外还有人骨及船上朽木 其骷髅骨肘镜,即比现在的人要粗大好几倍 这是由于家设佛时代,人的寿命有两万岁之故 所以其人也高大 多宝佛出出之时,千叶不动 还是一位神僧,用神通力,才把佛像搬运出来 到了周五灭法,佛像赞隐 随朝新佛时,佛像再现 而今蜀人亦多知其从地涌出 但其根源已难测其久远了 那时的鼠人,见到佛像下的花鳄 上面写有多宝二字 余是便名为多宝佛,而四名多宝四也 道宣律师又问道 多宝隶书出于三秦之代 为什么在家设佛时已有神书呢 天人回答说,秦相李斯用的隶书 此乃近代远程 隶书之星,星于古佛之事 周朝来到中国的文书 有一位姓陆鸣悬唱的人 前来夜见到宣律师 说,弟子是家设佛时候的天人 未通化故,于周穆王时曾视线人间 刚才律师问王凡天人 西京成熙的高思台式 这台本来是家设佛第三会 说法度人的地方 并非什么苍结造字书的台 周穆王时 文书与穆莲来画穆王 穆王从之 及列子所说的画人事业 画人来是穆王说 高思台是家设佛的说法处 曾在那里造三会道场 列子中亦有记载 周穆王时 西极之国 有化人来 入水火 灌金时 返山川 宜成义 成须不赘 处始不爱 千遍万化 不可穷极 既以变物之行 又且一人之律 穆王敬之若神 誓之若君 秦穆公造佛像 秦穆公时 在福封地方 获益石佛 穆公不识 把石佛器置于马方中 向被污秽 使得互向天神声称 因而穆公便得极定 他在梦中 浑游见到天地 天地则之 穆公醒后 问世臣由于 由于达到 成文周穆王时候 有化人来此土 自云是佛 穆王信之 于中南山上 造中天台 高一千多尺 地基尚在 主公所患之病 莫非与佛有关 穆公大步 对由于道 我尽获一时人 一官非经所致 被我弃至马方 由于听说后就去查看 果然是一尊佛像 因告穆公请他把像 用香汤沐浴后 安清尽处 穆公为讨神欢 再三生以祭之 可是祭品 却被善神弃之远处 穆公又大步 再问由于 由于达到 沉温佛神清洁 不尽酒肉 爱护众生弱子 可改用果饼 殊食以四 穆公大喜 如言而行 秦穆公想造佛像 无有巧匠 问济于由于 由于达到 从前周穆王造四支策 应有工匠的 因此 就到高斯台的南村 找到一位老人 老人姓王明安 已经有一百八十岁了 自云 曾在三会道场 见人造作 今已年老 无能为力了 不过在本村 北面有四兄弟 他们曾在道场内 为诸匠执作 可找来供造佛像 后来 果然造了一尊铜像 穆公大悦 赏了他们许多银子 四兄弟得盈 便于台上造出丛阁 高三百尺 功德圆满 十人称为高斯台 以兄弟四人合力建造固 避此名 以为纪念 玉华宫 南潭山上的佛塔 道宣律师又问天人陆玄畅 现在的玉华宫 南潭上有瓮塔 下层集庄严 四门有石龛 旁边有三十多窑砖 不知是何朝遗留 还常常闻听到终声呢 洛璇畅达说 此目王四野 又名名山 阿玉王时 赤令山神造此塔 在西晋末年 五湖沃泉时 刘耀在京都常常梦见此山 于塔中座 对刘耀说 如少饮酒 莫丹色欲 然而 刘耀不听 后来他在洛阳 酒醉洛马 为食乐所勤 起初 刘耀因梦所悟 派人到山寻访 见此像坐在小瓮中 与他梦中所见一样 因而回去小塔 更填高大之十九级塔 并造极为壮密之寺雨 明曰法登寺 渡僧三百多人 后来刘耀被照灭后 寺中有四十三人修正到三国 山神在塔后 又造一寺 供养三国的僧众 山神往太白山 采取之草 供养圣僧 皆获严林 四宪经仍在 不过凡俗之人看不见 律师所闻之终生 即是此寺的终生 塔虽是流药所造 四姬却是墓王所建 又是家设如来古寺之处 到了贞观年中 在玉华以北 此乌川山上 常见有群鹿来集在那地方 逐去海来 有人一知 在陆籍之处 觉得一石像 高一丈多 经供样于玉华宫中 阿玉王四女 造像之由来 道宣律师问天人陆玄畅 在汉帝所发现的瑞相 都说是阿玉王的四女所造 此事非幽民 难得知其真伪 请问此事究竟如何 陆玄畅说 此事事实 不必怀疑 因为阿玉王的四女生得很不好看 面目丑陋 她想图写佛像求福 可是她所画的佛像 也和她自己一样的不好看 她发愿说 佛之像好 异于常人 如何同我之行呢 如此苦苦地祈祷 经过一年 赶佛现身 她自己的相貌也改变了 由丑女一变而成美女 阿玉王问 她改行之由 她救赎其所愿及缘由 未敢报佛恩 便广造佛像 送往各地供养 现在的玉华 荆州 长沙 阳都 高兴 以及京城的重敬四象 都是阿玉王四女所造 阿玉王将此等相 并诸鬼神 随缘所感 流传四方 重敬四个地方 本是古战场 西晋莫有五湖之乱 兵戈相杀 地下堆的人骨 惊绝尤德 所杀无辜 残害酷烂 所以诸鬼神等 携来佛像以震知 并诸冤魂得生善处 道宣律师又问 幽冥所感 俗中常有 神去行枯 如何重来 或今七日多日不等 天人答 人禀七十 十个有神 心识为主 主虽前去 余上守护 故身体不坏 仍然如生 不足为怪 幼容人受五戒 一戒五神 五戒就有二十五神 一戒破 五神去 余者仍在 如大僧受二百五十戒 借有二百五十神 一戒戒之中 敢的二百五十神 防卫比丘 若悔一重戒 但二百五十神 余者常随 敢通路 诗道宣律师 与几位天人问答的记录 共有一千多条 经略路一二 已见一斑